不过我们也看到 其实民间团体 尤其是NGO 就是非政府组织 因为在这一两年 真的募款非常难 可是他们也被纳入劳保 也是要缴这个 变成是雇主了 所以他们也要涨价 所以这个对雇主来讲 尤其是NGO的这些 就是非盈利组织 他们也没赚钱 可是他们要多付了钱 所以我不想 梅军你站在民间团体 你对这些NGO的雇主 他们要多付这么多钱 你觉得可能吗 当然很吃力气 像刚刚说的 我们这几年的确是 社会团体的寒冬 要募款非常困难 然后现在这支出要增加 的确对他们的这个经营上面 不是经营 就是说在RUN这个NGO组织上面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 那还是回到我刚刚 而且政府都不补助的 对政府的部分没有补助 其实我当然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伤脑筋的一件事情 不过回到刚刚是说 就是一般的这个民间业者 我想是这样 中小企业很多 大概都会把这一个成本 再转嫁到劳工身上 劳工身上会再转嫁 你确定 应该 看过去我们劳保 这个就业保险 其实我们听到了很多的 这个case 的确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包括那个 那个劳退金 有没有劳退金新制提拨的时候 的确就是 就变成是员工薪资内扣 而不是雇主额外再拨一笔钱 作为提拨劳工退休时候的一个这个金额 不是这样子 这个我很担心这件事情发生 是你担心发生 蓝教授这怎么办 因为如果企业主还是这样转嫁 尤其是NGO跟这个中小企业 我刚刚讲说那个成本会变高 变高 那个他们确实会遭遇到很大的困难 也许大企业可能他的这个裁员比较充足一点 也许还有能力负担一部分 可是我们要厘清两件事情 一个所谓政府负的那一部分 不管是一层或两层 其实他有所得重分配的功能 但是基本上的社会保险 或者社会性的健康保险 他其实我们缴的保险 目的不在所得重分配 而是在有能力的人帮忙 没有能力的人 健康的人帮忙 比较不健康的人 是用这样的一个原理 所以我们才一开始 不是办所谓的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 或者我们以前叫做公益制度 那公益制度就完全是税收的 税收就基本上是所得重分配 所以今天这个有一点复杂的问题 想要用简单的回答 这个里面可能 很难 不过我们现在听到声音很大的 反而是那种会赚钱的六大共商团体 他们跑出来抗议 其实NGO然后中小企业都还没有声音 所以这里面也是有一些不公平 就是反而是六大共商团体 声音最大而且压力最大 我就不晓得政府能不能停得住 但是这里面我们就又探讨一个 刚刚蓝教授在说的 就是说到底我们的保险制度 是不是一个社会福利呢 还是一个保险 我很想请教 因为有人就说台湾根本不是保险 就是社会福利 因为工商企业他们就是这样讲 我们不能用这种社会福利来看 二代健保想要把所有的守得通通当做一个基础 重新再来计算保费 它已经慢慢朝着 像比较说用税收的制度 那税收制度就是我刚刚讲 有守得重分配的功能 基本上不是在左眼一点说 我们每个人假论同年龄 同性别 大概他的生病的激励是比较差不多一样的 平静起来是差不多一样的 可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预测 或者是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生病 这个病会多严重 到时候要花多少钱 所以才会用这种所谓的风险集合 再风险再分担 就是放在一个大水库里面 放在大水库 那需要人再拿去先给他用 大概有八成的人是不需要的 对 这个不是所得重分配 这是大家我们以一个 我们这个人对人 我们整个整体的社会里面 互助互相帮忙 所以我们现在的制度 你说二代健保才比较走向那个 可是现在制度比较是趋向于福利吧 现在好像大家都从一开始就认为 这个政府带给我们的福利 以前劳保也是这样讲 劳保本来还是劳工保险 是一个保险制度 可是你看这个工厂在征求员工的时候 就变成是一个福利 所以我们有劳保福利 我们不有劳保福利这样子 所以你认为我们现在是属于这个社会福利的 比较高一点比例的 对不对 我想基本上是一个混合体 主要是看你的裁员 有多少是从税收来的 有多少是从保费来的 那我们目前来讲 政府从税收投入到这个群民健保 大概有超过三成 所以三成的这一部分 你可以讲说是有福利的成分 那另外有七成从雇主 从员工这边收的 那这一部分就是保险的成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健保 这个财务的收支 因为历年来 从过去已经实行了15年 可是我们这几年 这大概10年左右吧 一直都是亏损的状态 我们看一下从2002年那时候 第一次调整费率 可是我们看得出来 我们看这条黄线 这就是支出 支出就一直节节高升 那原因当然是因为老年化的社会 医疗费用就要增加了 还有重大伤病 罕见病等等的 这些都纳入健保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说 支出的越来越多 我相信你看 我们看到这个2009年的时候 已经你看达到4000多亿 然后我们的收入才3800多亿 所以已经一直亏损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历年来的亏损 如果两年后会亏损到2000多亿 如果不涨的话 那现在呢在去年年底 已经亏损588亿 到今年年底会亏损到1000亿 已经超出了 所以这样的亏损 我们现在的涨这个费率 涨到5点多 那这样平均一年 可以多收500多亿 这个500多亿 也不足以弥补过去的亏损 所以这个是只能撑两年吧 目前我们的这个方案 基本上就维持两年的平衡 那希望两年内 我们赶快在立法院 能够通过二代健保 那把汇积从薪资 那弄成是家户的总所得 那这一方面是他公平性会更高 第二方面就是他裁员的 充裕性跟成长性会比较好 那所以就是要把握这两年的时间 能够在社会上多沟通 让大家支持这个二代健保 过去的亏损怎么办 过去那边亏损 我想因为他这个是一个长期的 所以如果经济成长好的时候 大家薪资成长 所得成长好的时候 那同样的汇率收进来 就会就会多一点 那就有办法去处理过去的亏损 那如果现在经济 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那当然我们想要去 去弥补这亏损 然后那短期内会 转嫁给民众 这部分可能不是政府 现在所要 所愿意看到的 是